按此就欢迎大家摆忙之中抽空 来参与我们QA is Seek AI的社区例会 那我是6到7月的轮值主持人郑子牧 那我们QA is Seek AI 因为有一些新的社区成员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就主要还是在讨论和探讨 我们就编辑前从AI的一些 比方说像架构设计啊 技术实现还有标准的方案 那我们当前呢有两个子项目 一个是边缘协同的AI框架 Sedna和协同AI的基准测试套件 Yanus 那分别用一句话的话 就Sedna是用GQA 来做一个云边协同的AI框架 帮大家来实现跨云边的 协同训练和协同推理的功能 使得我们成本能有所降低 然后模型的性能能提升 然后有些像联邦学习等等的方式 还能保护我们的那个数据隐私 那Yanus呢是 协同AI的基准测试的套件 提供一些看数据集啊 基准极限的算法啊 然后测试的指标和单机测试的能力 使得我们的算法看法者们 在开发我们云边协同的一些算法的时候 不需要反复的去打镜像 能够快速的去评估我们协同AI的算法的性能 来促进我们更加高效和有效的一些开发 那今天的议题呢有三个 一个是我们固定议题 是我们POC的进展的汇报 然后接下来是 石金和布芳博士这边 基于大模型的云边协同的 实时物联网感知系统 然后是最后一个议题 董天玉和夏威威博士这边 迈向图像大模型的自动标注算法 来基于我们的中学习 互现开放世界的物体分割 就这么几个议题 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各个议题 那首先第一个议题 那主持人就跟大家一起来过一下 当前的一些项目的进展 那第一个是我们的 云机器人的相关项目 在华外的一些园区里面 去做机器人的巡检 然后用的是我们 Sedna的中学习的特性 然后当前在那个 园区里面其实是已经在运行了 然后古杰老师到时候 也会找个机会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demo 然后我们的中学习的 全面升级的转文 其实特性部分也基本上是写完了 然后现在就在等 我们后面的release note 然后把release note 两个往下放了之后 我们的科普的文章 就可以正式的发布了 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接下来是 天玉这边的辅助标注的项目 天玉不知道在不在 能不能一句话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当前的进展 在的老师 我这个项目的主要就是通过 可以听见吗 可以的 啊 就是通过呃 浮现散模型 就是通过图像分割的算法 来就是对呃 数据实现一个标注 以减轻这个人工标注的这样一个资源的一个消耗 目前 嗯目前就是处于一个呃 我正在就是处于一个标注工具这块的一个调研阶段 然后并且呃就是之前也对呃 亚诺斯和Cyana进行了一些呃了解 然后在本机实现了部署对基本是这样 OK 然后回头那个proposal 我们也可以一起看一看啊 就之前我们看过一次然后看今天那个有没有更多的更新 嗯好的 嗯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呃 石金这边啊 还有布方博士的那个 大模型的这个呃 互联网感知系统 那 那石金站嘛 也简单介绍一下那个情况 喂呃 能听到吗 啊可以的 嗯嗯这两周呃 主要还是根据上周我们讨论结果 然后再对这个呃 这个这个物联网感知系统 它的一个整体架构做一些调整吧 然后这部分的话 嗯我也是在proposal上进行了一些更新 然后还有就是呃 因为看社区的一些同学 还是对那个 弹力量的挖掘这部分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这周也是调养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然后就是在嗯也是呃 呃 最后在我的环节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 然后那个proposal 基本上整体已经写好了 然后现在已经先以pr形式先提交了 然后可以让社区的呃 嗯同学们再去看一下就是会大家可以再审核一下我的这个pr 嗯回头也可以把我们需要评审的一些pr的链接 再全面放一下 然后我们各个社区的成员啊 还有我们的评审 社区评审们都可以上去看一看 嗯 然后 当然还是十斤的对吧 那那就嗯 还是压的是这一块 我看那个分支好像已经合了是吧 对分支已经合了 然后那个分支呃 我自己是已经错过一遍了 然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大家就是也可以再去嗯测试一下 就是有哪个问题可以再提个一数 然后我就可以再看看就有没有一些什么 bug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冲突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亚诺斯的通常学习 基本上是也的特性也是基本上算是发布了啊 就他的代码部分 然后面如果那个文达各方面像是我们的一些科普 的文章啊 然后准备好的话 然后我们这一项就也基本上是完成了 就那我到时候也期待那个石金同学的那个文章 嗯 好的 嗯 然后呃哲宇和呢和蒋磊 他们两位都有那些一些研究的那个课题要去做啊 可能在9月或10月之前可能都还还需要一些时间 就他们两位的项目会先挂起 嗯 然后那我们之前也有不少的项目是已经 结项了的就我们标了绿色 然后呢在这些项目里面有包括去年看这些大的一些工作 呃正在招募我们相关的一些呃云服务的厂商 还有呃我们高校的一些开发者啊 然后一起来比方说做一些服务化的工作或者那个对他们进行一些文档的补充 然后这些项目包括一些像是一些自动驾驶的呃项目啊 然后嗯中学习的一些数据生成的项目啊 然后一些为自动驾驶的呃当时林杰博士为自动驾驶识别的一些项目啊 还有呃当时尤潜宇这边呃宇童老师带的啊那个ID的项目 还有那个相关像联邦学习的项目啊 然后呃用在我们一些工业的自检的场景里面 还有增量学习的啊就也是工业自检的场景 另外还有一些安全帽识别的啊就有一些联合推理啊 嗯嗯还有一些像是呃性能监控 嗯嗯状态的维护 还有一些嗯像是Model Boss那类涉及到硬件义购的一些嗯算法 还有代码嗯另外是嗯我们之前也完成了那个ID的项目 然后这些其实都在增值我们相关的呃文档 如果有是有同学比在找那个研究的项目 嗯然后感兴趣说想想知道说在社区里面怎么样去开始的话嗯 嗯也可以呃就接一些这一些的那个呃文档项目的话 可能会帮大家更快的开始 然后我们的这个进展就大概过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呃调查问卷 嗯嗯真的在升级我们呃社区有没有一些比方说新的 呃应用上面的一些需求啊嗯然后大家有没有一些不 request 和 issue 然后在社区上面需要大家重点来一起关注的 嗯或者有一些新的课题像我们社区的支持就我们也有不少的那些开源的活动嗯只是说现在现在我们也在争取课题 大家有没有想做一些新的特性呃教程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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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填写我们的第三季度需求征级表 我已经把那个链接放到我们的当时会议在讲的时候的 那个很长的通知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个第三季度的需求征级 然后感兴趣的老师同学都可以来填写一下这个需求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议题例行的就先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第二个议题 就基于大模型的变形协同的实时物理管感知系统 那男子就还请石金来讲解一下 喂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的 对然后首先就是那个proposal的话 然后基本上改一下 然后现在最新的已经就是PR形式已经提交到社区了 然后之后就社区 评委可以就可以在就直接从那个社区的这个PR里头 就可以去看到我提的这个proposal 然后那我这里就主要还是在 嗯简单的在介绍一下 这个是呃因为这个两周前的 议会上已经简单讲过了就是我这个PR的 就主要的一些内容 然后 说我就可能 这次例会主要简单说一下就是更新的一些 就是首先就是 呃 整体一个架构的话 然后 嗯在上周议会讨论之后 然后我又做了一个更新 然后这边 这次可能有有可能可能有新的一些成员上来吗 我还是要不还是简单 介绍一下这个proposal的一个背景 嗯 当然不用看一下就可能 呃几句话 来的 谢谢 呃 从这个proposal主要是 做这个 基于大模型的云边协同实施物联网感知 然后 主要的背景 这方面就是呃 现在的一个互联网感知系统来说的话 他现在 呃 在 部署的这个边缘设备 他的一个 计算包括他的 些存储能力 呃不足以支撑他去 直接部署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模型 然后 而如果只在边缘端部署一个比较小的模型的话 他在面对 边缘环境这个 可能比较复杂的一些 情况的时候 他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准确率会有一个 比较 呃 不太理想的一个情况 而这就 要求我们可能会 需要利用一些 大模型 然后在这个 呃 云边系统的这个感知系统里 但同时的话 如果只是把 边缘端的一些样本 把它上传到云端 由大模型来处理的话 这 会导致这个 边缘它这个 呃 设备它的一个响应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词言 因为你上传样本到云端 在下载它这个推理结果这之间 是会有一定的 时间 然后同时云端模型进行推理 他可能也要花一段的时间 而因此的话 一个 嗯 合理的想法就是我们 做一个云边系统的一个系统 然后这个系统里头的话 我们只将 难力的样本 就是 比较 边端来 边模型 比较难处理的一些 让把它上传到云端 然后由云端大模型来处理 然后 剩下的简单样本就直接在 边缘端 用边缘端的小模型来处理 然后这样 这样的一种云边协同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保证 我们 在处理大部分 样本的时候 它整体的一个吞吐量 会 比较高 因为 大部分的样本还都是在 边缘端进行 同时它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准确力 会有一定的提升 因为 边端处理 比较差的 哪里样本 我们都把它上传到云端 进行推理 这样的话就能够在这个 整体的 从这个 吞吐量到它的一个 准确力之间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平衡 然后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 背景情况 然后 然后我这个 主要想做的话是 这个一个就是 呃 主要的这个物联网感知任务是 语意分割 这样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 ALT 里面的一个任务 然后 它主要就是把一个 图像中的一些 每个物体把它 比如说是 链呀 还是车呀 还是天空 还是墙 把它分割出来 然后 这样一个任务 然后 主要考虑想 用的大模型是 今年 4月份 然后 Meta发布的 SAM 大模型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 呃 呃 其实现在一个 嗯 比较火的一个 用于分割的一个大模型 然后我们想做的就是 如果去应用这个SAM的大模型 然后 来帮助我们在边缘端 它部署这个小模型能够有一个 呃 能够在 这个 无缘化环境中实施 实现一个就是实时的一个 呃 感知 然后 主要来说的话 然后 SAM大模型 它其实 的优势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方法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去 对 这个大模型进行一些微调 或者说一些 再训练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 嗯 直接去 给 直接去对我们 给它的一个任务 比如说是一个图片给它 它会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割 然后 所以说我们也是 为什么就采用这个SAM大模型 作为我们在这个 项目中主要去应用的这个 大模型 然后 另外就是云边协同推理 然后这个的话 是现在 呃 SANDA其实已经支持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 在那个SANDA那个 安全帽检测那个 一个SANDA里头 它就是做的是一个 嗯 一个就是云边协同的一个 蓝力样本 一个推理 就是它在 边端部署一个哨音节色器 然后把 判断这个样本是简单样本 还是 蓝力样本 如果蓝力样本 我们就上传到云端 由云端的大模型处理 简单样本就直接在 边端用小模型来处理 然后这个 这种 呃 推理架构 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然后 具体来说的话就是 在这个项目中 主要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设计架构 我是考虑的是 在中生学习环境中的一个 鱼边协同 呃 鱼边协同感知的一个 呃 设计 然后为什么是中生学习呢 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 真实的物联网环境中 嗯 实际上边缘设备 比如说 如果是 呃 像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机器人 或者机械狗 他们实际上 所处的环境可能是在不断的 动态变化的 而因此如果只是 一个模型 我们如果只是在 云端训练海之后 就把它 布置在边缘端 就不动了 那样的 这个模型 很有可能 他之后会在 真实环境中遇到 他可能之前没有处理过的任务 或者说一些 更复杂的一些 任务 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可能难以去胜任 对这个任务进行一些推理 所以说我们 需要就是 让这个模型 他具有一个 中生学习的能力 能够不断根据这个 环境的 变化的话 他对这个模型在进行 一些 持续的试炼 然后从而来适应这个 动态变化的环境 然后 我们因此我们就决定 是在这种 中生学习的这个场景下去 做这个 云边协谈的一个 实施感之认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主要是 分为 两 可能会是分为两类的设备 一类就是 嗯 Club mode 就是 零端的节点 然后 他们主要是 会有一个 零端推理的模块 在里面的话是通过 SM大模型 然后还有就是 很不如在边缘端 还有就是 画的边缘端这个 小模型 来 进行对这个 难利样本 进行一个推理 然后 在边缘端的 缘结点的话 它是部署一个是 边缘端的小模型 来 对于这个 边缘端的简单样本 进行一个推理 同时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难利样本 挖掘的一个模块 它用来 判断就是这个 样本它是 难利样本 还是简单样本 所以如果它是 难利样本的话 我们就把它 上传到 云端 然后由云端的 推理模块来处理 如果是简单样本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它就 把这个 边缘端 小模型推理 结果就输出出去 然后 同时在云端的话 同时还 保留了一个 replay buffer 然后在这个 replay buffer 里头的话 我们是用来 存储就是 由边缘端 上传到云端的 这些难利样本 然后可能当这个 replay buffer里面的 样本数量 接线到 应用程度之后 然后我们就 再去对这个 在云端 就对这个 边缘的这个 小模型 进行一个 中生学习的训练 然后相当于 来更新一下 这个边缘端的 小模型 然后之后的话 可能 是情况 我们可能会 再把这个 云端更新后的 H model 再把它 同步给 这个边缘端的 这个 H model 然后这样的话 来 保证这个 边缘端这个 模型 它是 呃 是可以就 能适应 环境的一个 变化 然后这个和 上次 上周我讲的相比 主要的 改进点 就是 一个是 我把这个 边缘模型的 训练这部分 我把它 挪到了 云端 因为也是 考虑到 边 端这个 设备 它的计算能力 可能比较有限 所以说的话 我们把这个 边缘模型 视线放在 云端 然后在 云端 视线好之后 再把它 同步给 边缘端 这样可能在 实际真实场景下的 一个 可行性 会更高一些 然后另外的话 同时也是 因为我们把 在这个 边缘端 它是可以通过 边缘小模型 有一个 直接的一个 边缘推理结果 然后在 云端的话 然后因为 SAM大模型 它只能是 给出一个 它推理的一个 Mask 所以它 并没有 它推理结果 并没有 就是一个 标签 所以 我们 但所以的话 我们就还是利用 这个边缘端 这个 小模型 它推理出来 这个结果 然后 就 在 在云端 也部署一个 这个边缘端 小模型 这样的话 它 推理的结果 也可以 和这个 ICM大模型 推理的Mask 结合在一起 就会得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 云端 推理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样的话 就其实 云端和边缘端 它们都可以 都可以是独立的 给出 针对一个 针对一个 那个 样本 给出 它们的 推理的结果 然后这个也是 和上标相比的 一个感情的地方 然后 整体就是 整体的这个 系统的设计 思路就是这样 然后 下面还有 具体介绍一下 就是一个是 云端 推理模块 中的这个 GICM 大模型的一个 语意分割的 一个推理的实现 然后还有就是 蓝链样本 拉掘 这部分也是 之前也是 社区有 很多 同僚对这方面的 比较感兴趣 然后 就在 我在这个 proposal头的话 也具体去 介绍了一下 就是我 可能设想了 一些实现的方法 首先就是 这个 至于 ICM的这个 语意分割 任务的 实现 然后 这个部分 也是两周 全体会上 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简单 再过一下 也就是 ICM 它推理的 结果是一个 力度比较 小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 分割的一个结果 然后 但是它问题就是 因为 它 并不知道 就它分割出来 这个东西 具体的 具体是属于 每一类物体 而那样的话 我们考虑到 就是 对于 那个 简单 对于 对于 那个 用 变成的小模型 它其实可以 推理的 结果来说的话 它是可以得到一个 带有标签的一个 推理的结果 只不过 它推理的结果 在一些 边界的这个处理上 会比较糟糕 它会有一些 这些不联系的地方 然后 但是 它给了一些 这种 vb 然后 然后我们将这个 SAR 推理的这个 相当于它是一个 Mask和 边界的小模型 这里是RFnet 它推理的一个结果 然后进行一个 结合 然后就相当于是用 每个像素 投票的方式 然后 我们在这个 区域内 如果是 属于肉的的 就属于肉的的 像素更多一些的话 那我们就 把它都投成肉的 然后 用这种方式的话 就它可以对 SM推理的这个 Mask 进行一个 标注 然后这样的话就 这样结合 就得到一个 比这个 原来这个 边界小模型 推理结果 一个更 完善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鱼钻大模型的 推理结果 然后这个是 基于SM的这个 鱼翼分割 推理的一个实现 然后 接下来就是这个 南京样的 挖掘这个模块 然后这个模块 其实也是 在整个系统中 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 就它会 它由它这个模块 来判定一个 样本 它是否需要 上传到云端 然后 就如果它 判定南京样本 太多的话 那就 上传的样本 太多了 那的话 整个体这个 推土量会 下降的比较严重 同时这个 实现也会 有一个比较大的 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 但如果它这个 判定南京样本的 数量又太少的话 那可能就会导致这个 模型 就是平行推理的一个 准确率有一个下降 所以就这个部分 还是系统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块 然后 这里头 我之前可能想法是 在训练一个 单独的一个模型 比如说用VIT 就是这样的 然后去来判断一个 样本 是否是 难力样本 然后 但是后来 能和社区一些 同学交流后 感觉就这个方案来说的话 因为 边缘端的这个模型 边缘端这个设备 它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计算能力的话 让它再放一个 像VIT这样 比较大的模型 用来 做这个难力样本 判定的这个推理的话 可能它的这个 消耗的这个资料 会比较大 可能 这会是一个 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 在这里 所以说在 在 经过一些考虑 然后我也去 读了一些相关文件之后 大概 考虑有两种 我觉得比较可行的 一个难力样本 挖掘的方法 然后 第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这个 来判断 一个样本 是否是难用样本 然后这个是 在15年一天 一个会议上 发表的一篇论文 提出的蛮早的 就是他 他有一个发现 就是 通过就是这个 分类任务 他最后输出 他最后输出 其实是一个 呃 现在就是一个 呃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 呃 十个类别的一个分类任务 然后他最后输出的是一个 十维的向量 然后他最后是看 这个十维向量中 哪一维 他的这个值最大 用一个二个麦克斯 然后把他得 最后来算出来 他这个 分类是给到 最后分类是 分类到哪一个类别 而这个 他最后输出这个 十维的 这个下量 就他是一个 呃 也不是十维 他一乘十的一个下量 他相当于就是一个 呃 就是 就是叫这个 呃 相当于是 叫这个 他最后一个 每一维相当于是 有一个得分嘛 然后这个得分最后呃 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算一下 就是他这 十维里头 就是他得分最大的那一项 和第二大一项 他之间的差别有多大 就可能比如说一个 一个 一个样本 他推移结果可能是 其中一个是0.9 剩下的呃 一个是0.1 然后后面都是0 然后就他这样 把它算出来 这个从margin就是0.8 就说明 他这个 呃 模型对他这个推移的结果 就会 比较有信心 但如果说 嗯 最最大的那个 score是一个 0.5 然后第二大的是0.4 然后剩下的加起来 0.1 这样的话 他这个score margin 就就是0.5 0.4 就是0.1 这种情况下 可能他 相当于是模型 他在分类的时候 对 这两个类别 他的一个判断就 不是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他最后 给出这个 结果 就相对来说 这两个差别 就会比较小 然后 就他的一个思想 就是利用这一点 然后来判断这个 样本 他的这个推理结果 到底是 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样本 还是比较难的样本 然后 讲这种思想的话 他虽然是 15年 这篇论文 他做的只是在这个 普通的这个图像分类 任务上是做的 不过 因为这个 语义分割任务 就是他本质上 其实是像素 级别的这个分类 把每一个像素 把它分到不同的类 所以他其实 就输出结果 就是一个图片 然后他每个像素 他其实都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一个 相当于是他这个 分类的这个 分数值 然后我们把这个分数值 然后把它去计算 一个根据整个图片计算 进行一个价钱计算 然后最后 可以得到一个 这简单图 他的一个 相当于是他 他的这个一个 score margin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 score margin 如果score margin 比较大的话 就说明 他这个模型 对他这个推理 这个样本 比较有信息 那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判定成 简单样的 那如果这个 score margin 比较小的话 你就把它判定成 是一个 比较难的样本 然后这种方式的话 就 它 它是 首先 它实现起来 是比较简单的 就我只需要 得到这个推理的结果 然后 买了推理结果 然后对他这些一个 简单的一个分析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分数值 然后 然后同时的话 就它的一个 虽然它这个判别的 一个消耗 其实是比较小的 不过他 这种方式 有一个问题 就是 模型 可能大部分模型 它都会有一个 都会对自己的 这个推理的结果 有些 过度自信 但是 就他 一般来说 都会倾向于 就是对他 这个推理结果 相对来说 会有 会有一个 更 就是更高的一个 自信的程度 所以说的话 就只是通过这个 Score Margin 来判断的话 其实 很多情况下 它判断的 其实不是很准 然后这个的话 我也是在前期 做了一些实验 然后 实际的结果来说的话 感觉就是 光靠这个Score Margin 来去判断 它是原样本 还是简单样本的话 就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准 所以说的话 就这个方法的话 我是打算 就是因为 现在已经 其实已经 已经实现了 这个方法 就打算把它 作为一个 基本的一个 Base案方法吧 就可以和后面 后面实现的 其他的方法 做一个对比 然后 这个是我考虑的 第一种 就可行的方案 然后 第二个方案的话 是 基于那个 AppealNet的一个 能力让本 然后AppealNet的话 是 2021年发表的 一篇论文上提出的一个结构 然后它这个结构 其实 不好意思 那个事情 你可能需要加速一下 不好意思 那 那 那 我们再快一点 然后就 呃 那 那 这就简单说一下 它其实 思想就是 只是在这个 呃 原本的模型上 然后它在 针对这个 Fisher Factor 它在 建一个 Predictor Hide 然后用Predictor Hide的输出结果来判断 但是这个样本 它是不是 一样 嗯 呃 然后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 呃 我们不需要独立训练一个 新的模型 然后其中 因为 它前面大部分 这些参数都是和 原来的模型是共享的 实际上只有 那新系列的参数 只有Predictor Hide里面的一些参数 然后这种方式的话 就在 它在论文中提出来 它的这个实验效果是还 比较好的 然后可能之后是想去 呃 先是去扑现这些论文的一些 工作 然后把它 加到了我们的这个 南京让本发觉 这个模块 然后最后就是它的一个 整体项目的一个 一个road map 然后 然后 可能7月份主要还是 在YARNOS上去做这些算法的一些 呃 实验 然后 我们到8月份的时候 我们考虑就是把 呃 YARNOS上做算法 把它迁移到CEDANDA上 然后可能9月份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把它 部署到一个 可能真实的一个 平边环境上 去做一些 测试 然后 整体的一个 安排是这样的 啊 那我这部分主要就 呃 主要讲的就是这 就是这些内容 嗯 嗯 那个谢谢 实验啊 那那蓝安子 请那个我们导师 那个布芳博士 先做个点评 呃 喂 可以听到吗 啊 可以 呃 是 是 那个什么 我就是说一下 他那个 蓝力外 蓝力样本 挖掘那一刹 就是 呃 他找的这两个方法 挺好的 就是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然后他第一 你第一个说的 那个问题 就是有个 overconfident的问题 吧 对 对对 我目前也看到 这个 这有 也有一些文章 让他是 去用一些方法来解决这种 Motion overconfident 就比如说在这个 self format里面加一些 那个 呃 t啊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温度系统啊 就是让他 平滑一下 不要那么过速自信 这是一种 一种现在解决这种 overconfident的一种思路 然后 通过这种方法解决的话 他 他就是 呃 相比于第二种方法 你要重新 蹲一个 呃 判断头 然后在 退一退的时候 你要跑一遍 那个判断头 可能更高效一点 当然第二种也可以 然后我自己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去去去去去去去怎么说就是去设计一个实验去判断这两种这个模型切换哪种好 嗯 对 就比如说你可以做一做做一种图它的横作标可能是他对于每个样本的呃 confidence 然后动作标是这个样本真正被分对还是呃 分错 呃 理想情况下肯定是这个曲线它的这个呃 像那个外等X这样是最好的 就是让它的confidence越高 它的证则率越高 conference越低 证则率越低 它它拟合的呃 像这样一个外等X这样一个体现肯定是最好的 就是可以做这样的实验来对比一下这个 嗯 说白了你modal switching还是在做这个样本的置信度的这个道理准不准 对对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对可以做一下这个这方面的实验来后来对比这样的话 嗯嗯 我之后可以接下来两周的话可能就再去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实验 然后来对比一下可能就不同的这种方法它的一个效果 啊对那行行行可以 嗯不放过说你对proposal本身有什么建议吗 就我们我们先不讨论那个怎么就是下面两周就实际执行的时候是怎么做 然后我们这个proposal本身你有什么补充吗 呃proposal这点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嗯 好嘞 嗯我我这边也是觉得说其实 嗯啊对啊然后大家可以在那个e-hub上面看到 嗯实验同学的这个pr啊然后在上面进行一些空门然后我们 嗯正在统计最近的一些大家的一些贡献啊然后然后应该会在9月份的那个kbs上面来发那个我们西格AI的 呃呃贡献者的呃呃一个评选啊然后 啊然后这包括的呃不只是代码贡献然后包括这些common啊还有那个呃在里面大家去对其他的呃工作进行一些呃评论对吧然后修改的意见啊都都会寄入我们的contribution里面去 然后当然我刚才我刚才已经在那个我们github上面这个呃实验同学的这个pr上面提了两个呃common了嗯呃我就简单的讲一下 一个一个是单嗯这个就一个是小的对吧 就下面这个呃就是称呼上的问题的啊那那你在云上放一个叫agemodel可能就乖乖的啊然后是不是考虑如果你是考虑一个小模型的那是不是先先把这个agemodel都改成叫small model就呃嗯嗯上下两个对吧然后我就呃大家也不容易有误会啊这这是一个小小的然后第二个是说呃现在这个架构 老样子就是最后当时的第第3个common就是呃这个还没有修就是我看不到他跟亚努斯是什么关系 就是看上去像一个独立的就呃嗯那吧然后塞德纳就更远了就当然塞德纳我觉得不着急啊然后呃到时候可以等时间对塞德纳有更深的理解之后然后去再提再提新的pr去更新这个proposal我觉得也是来得及的 但但但亚努斯的我建议你尽快有一个快速的一个版本出来就能跑通然后我们先不管他精度有多高对吧然后实验我觉得也也不着急 然后我们可以先快速的有一个极限版本之后然后在上面去迭代的就不不不一直不停的做的更好 然后但在那个时候现在现在看不出来跟亚努斯的关系就改起来很简单就把那个嗯我们现在在里面放的这些模块放进亚努斯 对应的模块里面去比方说agemodel那他最下面的这个agemodel的话那他是不是对应的呃 当时未知证物之后的一个推理的阶段然后这个hard sample mining是不是对应的那个呃 未知证物的识别的阶段 等等啊然后他有一些 亚努斯是有自己的一些模块的到时候你这些方法实现了之后也是应该要嵌到中文学习里面去嘛对吧 对对对对应该要去扶你要去考虑说到底跟中文学习当前框架里面的那些模块是个什么关系 对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好改啊 然后我就改完的话其实这个proposal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啊行行那我下次时候可以把那个加进去就这块就呃那个那个其实那个我也大概考虑一下然后呃因为这张图的话他其实主要是想体现一下就整体那个技术的一个技术上一个workflow 然后可能具体就是像那样的那个workflow的话呃呃就就就就可能就不会再去体现那么详细它们这具体的一些东西就会可能就只是把一些每每个模块它到底具体在每每个部分里面去实现 然后这部分我大概去写一下然后可以画另外一个图然后把把这个架构放放进去 嗯我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是未知任务识别他是会先做的然后做完之后再是那个未知任务的处理那里面都包了推理那这样的话跟你这个流程其实有可能搭不上就到时候当你在试图把这些算法放进中学习的时候会不说不定会放不进去 这个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嗯这个这个我之前其实看过就是因为嗯 Yanus 里面的话其实他是在在那个他是先 inference的然后再判断然后这个样的就呃这个一些细节吧可能我我下次开会的时候我再我再去对你可能打开一下给大家讲清楚这这些模块到到底是怎么跟样那个中学习里面是对上的 嗯好的好的好的然后看看那个我们社区有没有其他的comment 哎 哎 试音 哎呃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语音上的语音上我看主要用same嘛边上就是呃集成了这个一个决策的方法他们之间这这两个呃方法本身有没有累在的联系还是说完全就是两个独立的这个 方法就是放在了一些对就边上的嗯这两个东西啊不不不其实我说的就是这个hard example mining呃你应该是对这个做了一些改进对吧然后云上云上你就是用这个sam这个模型去呃增强他的这个呃推你的效果 就是我不知道他他们就云上的这部分和hard example mining这部分会有有什么联系吗 嗯呃因为因为hard example mining他主要还是部署在嗯这个埃子部分因为他用来判断一个样本就要不要把它上传到云端所以现在就是现在他还和云端可能还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嗯关系就在在我目前这个架构的设计里面那当然就是可能我们需要一开始就把它预训练好然后再再放到这个埃子里面然后当然训练的时候可能就一开始呃就就可能是 就同时就同时在训练这个埃子的情况下我们一块就可能训练好埃子之后再一块把这个hard example mining这个模块可能也也同时把它训练好然后再把它再再再放到这个埃子里面来 嗯然后是是是这样我是我是这样设计的啊OKOK行这个我只是先理解一下然后第二个呢我看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我看你是呃就是你把那个两个推你结果做了一个融合 嗯呃呃你要不是画放到你的那个大图我看底下是不是有个大的对对对对就这个图呃这个图他会对那个分割结果呃有变化吗就是就是你看又他也会对分割结果产生影响是吧呃就就其实嗯呃用这种这种融合方式前提就是我们认为scm他分割的这个结果是非常准的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只是对他分割的结果进行贴上一个标签而那个标签的话是来源于就是嗯就rfnet他推理的这个结果嗯就就这个前提是因为我觉得就是rfnet他推理的结果就是他大部分的这个标签是对的但他中间有一些就这些不联系的地方OK而这些的话就是因为在这个通过这个sm的这个mask的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不联系的地方把它都给消除掉可以看见下面这样我觉得他融合之后原本那那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左边的就就不要用右边的这个分割的结果了我只是用他的标签有没有可能呃就就本身来说的话就就嗯呃我想一下就就是 呃呃呃就是不叫意思就是说只用这个scm他的这个这里的对其实你这个你对我再解释一下就其实你这个里面融合其实分了两个步骤嘛第一个呢就是把他的呃这个分割的结果进行一个融合第二个把标签的呃标签的这个结果进行一个融合 分割的结果分割的结果融合你刚刚说的可能用某种mask叠加的方法哎是最后看见不需要用mask叠加就我们只用sm的mask啊那那就不会那就分割了之后因为我看到你看呃如果右下如果下面这个图片是你呃预期的这个分割呃就融合的结果的话他他跟左上角的这个sam出来的分割结果还是有点区别所以我我想 你里面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嗯理论上应该没有他可能有些地方显示的不是特别清楚就是他这边有一个小圆圈其实在在那个sam一开始他也显出一个小圆圈就这块然后可能正好他这边叠加的时候都对如果理想情况下来说的话就肯定还是希望就就因为大部分的就只要rfnet他把大部分像素的各类是正确的来说的话那只要 那再加上sam的mask然后他们也相当于是我用分类结果进行一个投票之后然后就就他会把一些就原本分错的样本就给他相当又给他把它分到正确的类里面了但这但如果说就sm可能有有些地方就是大大量的像素分错的话那可能最后投票就他还是会会有些地方就还是最后还是错的一个分类的结果啊就是其实我想确认的就是呃 你试用了这就对于分我们先不谈这个标签就是对于这个语义分割的这个呃不就是呃分割的这个结果来说的话你是会呃只用sam的还是说会用两个的融合我是会只用sam的就这个的话就呃啊OK代码里就是这么设计的就他只是用sam的这个结果了OKOK那呃那我理解你的方法了 然后呃我再确认一下就我们的这个融合的过程应该是发生在呃训练阶段对吧云上的训练阶段是吗呃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推理阶段的时候去做融合吗因为他最后其实云上sam的我们不需要去系列他就他我们只拿来推理OK但sam他推你一张图片呃通常需要好几秒上十秒的样子对吧呃我我 这个我测试就是推理一张图片的话在我的估计的是一个24G3090上然后大概是两三秒钟然后就他推理出一个完整这个mask的结果OK然后顺便对比一下rfnet的他推理结果大概是0.00几秒大概差了1000倍左右OK如何如果你说这个是在呃就是推你阶段去做这样融合那我们就是比如说语音上提供这个sam的这样的一个 推你结果那他对这个推你的实验其实要求比较高如果你说是呃两三秒我觉得可能还长有可能也就是还是会长因为正常的话比如说哎我们假如我们这些东西真的拿到狗上面去验证对吧那狗可能一秒钟就往前走了0.5米那呃等你推你完这个他都已经撞到墙上去了所以所以我就在想他呃可不可行就是在推你阶段去做这个融合还是嗯 嗯呃没事您先说嗯就另外一个呃思路的话就是呃就是像中山学习嘛呃我们只是在训练阶段把它融合然后呢你去训练这个边侧的小模型他这一次可能呃就是会出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局阶段我们就把这个样本采集好了等他在下一次去运行的时候哎他就不会出问题了所以我想确认你你设想的这种使用模式是什么样 样子的是说啊训练还是推你阶段嗯行行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首先先说一下就是推理这个的话因为呃SAM推理的话呃因为我我用的还是3090嘛就属于CV级显卡就我我看那个他那个路纹里头在A100上就应该就推理张图片应该是在一秒之内吧就是所以就可能而且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这个SAM进行轻量化的一些操作然后可以 也是对这个推理时间就就未来来说的话肯定就就会会有一些改进然后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试炼和推理这个我在这个架构图里设计的就呃除了推理这也包括试炼就是我我设想的是就是在cloud上还有一个就是replay buffer这个replay buffer里面啊样本来源就是一个是实际一个栏例样本然后在这栏例样本的标签是什么呢这标签就是他这个 云端就是经过这个融合后的这个结果我们把它当成标签然后这这样这样这样的话就我们不需要再去员工在楼外去打标了我们就嗯直接用他这个融合后的结果当成标签然后再对这个 而是model进行一个中文学习训练然后之后就直接把他这个当做ground choose来呃训练边缘的小模型 是ok再把它更新到放到埃子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比如说他之前见到这个样本是一个hardy example可能他在 训练完之后然后他在这样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再是hardy example他就是ok你这一个难过就可以直接在别人端就进行所以训练和就是刚刚我说呃刚说的讨论的这个训练和推理阶段其实两部分我们都会用上这个结果对吧这其实是的嗯然后还啊这个问题我清楚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你里面也提到一个sematic segment anything这个我之前也了解过了一下就是呃他这个东西 也跟跟我们现在的是你会用用这个工具吗因为他本身会生成带语义的标签对对他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方式是呃参考他的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这个是他们提出来的其实然后我们就是用用他做了才改进 当然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或者呃我也看了他的那个官网他应该是提供了一个框架他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义呃标签的这个模型对吧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的边缘推你的这个标签模型就可以对接到他的框架里面然后就实现了呃打标签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他里面有一个那个呃 呃他本身也是有一个基于city scape呃训练预训练的这个模型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就圆区呃我记得接口我们之前也是用的city scapes这个呃标签空间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直接把他的这个city scape呃就呃呃就直接拿过来用了 甚至我们甚至我们就把币的那一部分就直接用他的呃呃same加呃city scapes的一个预训练模型就可以得到呃ground truth 嗯就是你可以你这个这个可能当前不一定能回答下来我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去尝试一下就是比如说呃呃呃我们先对比一下他生成的标签质量怎么样然后我们通过呃边缘推你的这个rfnet 这个标签这个标签他呃哪个质量好对吧我们有没有可能甚至有没有可能我们把三个的些这个这个这个呃结合起来但这个也呃看工作量啊不一定说呃你可以简单的先评估一下呃就就首先就是呃因为就是现在的这个结果是不用rfnet去训练一下然后他去推进结果就之前呃一开始其实很早之前吧就一个月一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就看到 这个same当时就直接直接用他们那个也是在cd scapes上预训练后的那个模型然后在在我们这个cloud robotics处理上进行推理的话嗯就效果其实还是嗯挺好的就我当时看了基本上效果比较好他的问题就就是因为cd scapes上里面一些呃物体物体的类别比我们这个cloud robotics里面要少嘛cloud robotics里面一些什么什么那种呃 就那个cdcdcaner就是这样可以他没有太有其他他不可能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但其他的可能普通的什么路面啊车啊行人啊这些他呃他呃我当时看的时候分的都挺好的但不过就是你用直接用他的这种呃方式得到一个ground truth 呃那种呃呃就感觉那种可可能就是呃是不是天忆他们那边就做辅助标注现在在做的一些功 toen我感觉他哪 belly good constructe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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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就还有就是我关注到就是有用ICM去做弱 弱监督的区域分割的就也很多就是弱监督就是你只在上到点一个点那种 就他那个效果其实也也还不错就就看他那个发的乐文里面说的 就可能之后如果真要用的话可能弱监督感觉可能会更好一些 因为如果只是用这种呃ICM来监督的话就就如果你遇到没没见到类别的话 他肯定判断不出来但弱监督的话就人为他把一些类别给点出来的话 可能这个对对ICM来说的话他的提升会比较大 我是这么考虑的 OK OK那关于这个弱监督可能那就呃后面可以再再了解一下 嗯行行行我就这边几个问题多谢多谢 呃普吉老师对于这个proposal本身有什么建议吗 呃proposal呃本身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可能一些图呀可以画得更清晰一点 这个呃哪方面清晰是指 呃可能我我看没看太多吧就是刚刚瞅了一眼就一眼没 呃这个get到说啊这你是把训练和推理阶段放在一起 如果仔细看就是呃 呃 你说可能把训练和推理阶段分开 呃到不一定分开就是我感觉这个整个的呃就是主次 不是特别明显就是你看下去全是这个地方有个呃环这个地方有个环 然后呃我觉得你的这个训练和推理的部分可以更强调一些 就是嗯 因为我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我们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在训练阶段我们也把它用起来了推理阶段我们也把它用起来 把这两点思路呃点出来了之后你至于里面的一些细节呃用用SAM啊然后怎么样一个流程这个其实呃大家很容易想到 我我是这么觉得的嗯然后我我可以再再去优化一下对对对但这个是小问题我们只要能讲清楚也行就是只是说后面呃你抽后面在演进的过程当中注意注意这一点就行我觉得整体都挺好的 然后再就是刚刚刚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嗯呃呃呃我没理解这个呃呃难力和这个呃呃就是为什么是放在我们的这一整个方案里面就是还是嗯他们会起一个什么共同的目标还是还是说他们之间有某种配合关系 嗯然后呃呃呃如果没有讲清楚这个呢我会觉得哎是不是说哎呃我这里想到一点我就把这个加进来底下我想到这一点哎我就把它加进来呃呃那就是方案可能不那么系统 我不知道呃呃呃呃这点会你是怎么考虑的呃呃就就是那个呃因为hard example money这个思想其实最开始我还是就是看那个呃呃就是就是塞德纳他那个呃呃安全帽推理他当时画类似这样一张图就有一个什么上云结束器嗯其实其实我想那个hard example money就是就是这个上云结束器嗯它来判断就是要不要上云这个过程 嗯嗯对只不嗯对只不我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就可能把它挪到了就是推理之后就是我想是就是先看一下他那个边模型推理的结果然后再判断要不要上云然后因为这样的话就可能更就就就就相当于一个样本可能一开始就他推理的很差的时候我们让他上云但如果hmodel他之后经过中生学习他要更新之后他可能推理的好一些了 你就不需要让他上云就这样OK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是负呃呃可能我漏了一些就是我听起来好像你是打算复现某一个这个论文里面的这种结果是吧对就是这个hard example money实现就看了就有一些论文他们的一些实验方法对复现我觉得也没问题也挺好就是我想说那我在我们这个场景下我们为什么呃就是我们把这个引入进就原来 那里面他为什么不能不能不能帮助我们去上云你觉得他的这个缺陷或者局限性是哪些方面呢嗯这个这个hard example money就是在那中他有那个算法就但但同时他也是给你提供一个模块吗就你可以自己填就是你想用的hard对对对所以我我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呃引入一个新的或者说扩展一个新的这个算法是说那个地方的效果不好还是说那个地方 房子接口不满足我们这个地方的语言分割模型还是说我这个地方的hard example money要跟语言上去做某种配合就我觉得这个地方你需要给一个这个理由出来嗯不是嗯嗯嗯嗯我知道意思因为嗯嗯就呃我我还没有去看这个Cellana实现的那个hard example money方法明电这个他暂时现在在那个Yanos里头其实Yanos没有去做这个云边协同的这个呃 音乐形成推理这个部分 但同时也是因为 我也不是说想在Yanus上 去再实验一个新的音乐形成推理 就还是把它先放到中生学习这个架构里面 去做这样是比较快的 然后 那就是因为中生学习里面的 其实它对应的是位置任务识别 位置任务识别 这块之前是去年开完之下 李林杰博士他们也做过一个工作 就是这部分肯定系统内置的肯定都是可以工作的 但这系统内置的肯定 我觉得就不如你自己再弄一个 就是新的一个专门针对这个任务来说 肯定效果会更好一些 而且反正本身来说我们proposal最后 结果也是把它就算是作为一个example 再送到这个 就作为一个Yanus一个新的一个example 然后那样的话就不如我把这块也自己填一个算法 然后这样效果好一些 然后之后接下来新的同学 他可能看到我这个 他也可以就在我基础上再改改 OK那我理解 就是那那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确实发现现有的这个方法 它不够用 效果比较差 对吧 可能内置的我们之前用的 是一个很基础的执行度预执的那种方法 这个可能比较基础 你觉得效果差 我们还有未知任务识别的方法 你觉得在这个场景下可能有某种局限性 对吧 你可以提出来 然后在你的proposal里面也点出来 或者说你这个地方就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这个地方 我就是想多提供一个example 那也可以 这个也这个理由也是能接受的 因为对本身提供一个example也是贡献 对 只是说我把这个点出来就会更好一点 行 我之后可以在proposal里面 在前面的时候再多一些 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介绍 对 对行 那我这边没有其他的这个建议了 ok 然后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就没办法 这个再继续讨论 然后回头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补充的话 可以在那个common里面去 在实际的那个pr里面去提意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议题 那个天狱这边也是大模型自动标注的议题 那天狱这边可以分享了 但然后对那个普贾老师到到到说我45分我我还还有个事情得可能得先下了 然后到时候你可能你的 然后等下你可能? 不访兴一下 行 对 大家都可以haba 啊 听就是听一下 然后提提建议 好啊 请问可以听到吗 OK可以 ok 各位老师好 然后我的项目题目呢 我再介绍一下 它是迈向图像大模型的自动标注算法 是基于边缘学同中生学习来浮现开放世界分割 首先讲一下 就是简单讲一下这个背景吧 就是目前我们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呢 它是通过就是通过已知的模型来检测已知范围内的物体 然后对于位置类的任务呢 这些模型往没办法进行一些比较准确的识别 这限制了就是这些模型在应对开放世界任务的一些表现 然后此外呢 就是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发展 然后对大规模数据进行标注的这样一个需求呢 也是不断的在上升 然后人工收集数据和标注数据呢 现在就是成为了一个算是比较费时费力的一个任务吧 因此呢 就是针对开放世界的物体分割 然后还有就是运用算法来辅助人工的这样一个标注 已经成为了就是目前的一个研究方向 我这篇论文拥抱的这个算法呢 其实就也是刚刚石金同学讲到的 二三年发表的这一篇 segment anything这个论文 论文中呢 他提出了一种对于开放世界物体分割的数据引擎工具 他通过自己构建这个工具呢 然后他快速的标注数据 然后实现了数据的闭环 然后他也构建了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本项目的目标呢 是对于SAM模型进行一个浮现 然后并且尝试将SAM算法呢 应用到就是开放域的数据标注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然后目前的项目的主要目标呢 是首先是基于开放世界分割的一个数据集来浮现SAM模型 然后呢是实现一个大于0.45的这样一个分割的准确率 然后最后呢就是将我们这个算法模型呢 来就是通过这个算法模型来构建一个数据标注的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并且根据Yanus的 就是Yanus和SAM的一个架构 来把它合并到中生学习的模块这种 这是目前的一个目标 开放世界分割 算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任务吧 然后通过对于训练的这个SAM模型进行分割 可以解决目前有的各种计算机视觉的一个基本任务 因此就是SAM模型也被业内称为就是CVA的第一个基础模型 本项目呢就是通过对SAM进行一个浮现 然后并且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对其进行一个 只能对其进行一个微调 然后我这里的项目的用的一个数据集 主要是这个就是次数价值的一个小障碍物检测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本项目呢尝试使用就是SAM和它一些相关的一些模型 来实现这样一个就是支持本地云端部署的这样一个 辅助标注的这样一个工具 用户呢可以通过边云端的标注工具 然后将所需求的数据来上传至云端 然后通过云端使用SAM模型进行推理 然后来返回用户这样一个标注的一个结果 大概的一个我画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图 大概的一个构架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边云端首先用户把数据上传到边云端的这样一个标注的一个工具 然后标注工具再将就是就是再将那个数据传到云端 然后就是通过SAM模型的对数据进行一个推理 然后对推理数据进行一个数据格式的一个转换 就是把它转换成一个标注的那样 就是就是标注工具的一个格式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标注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这是一个就是我画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框架 下面是一些设计的细节 然后这个部分的主要是来介绍系统的这样一个算法模型 然后还有所用的数据集 还有一个算法和辅助标注的这样一个原理 首先是SAM模型 就是刚刚实际同学也介绍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SAM模型它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 Segment Unison这样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就是是CV界的一个新任务 也是一个新模型 也是一个新数据集 SAM模型的它的设计 其实是就是它设计成是可提示的 就是Promotable它是可以很方便的迁移到新的一些图像处理的任务 然后就是通过ZeroShot的这样一种方式 作者其实就是也是受到了NLP的这种大模型的影响 然后通过PromoteEngineering的机器来构建了这样一个灵活的这样一个世界基础模型 它主要其实这个SAM模型有三个模块 就是Image Encoder 图案编码器 然后还有Promote Encoder 灵活提示的编码器和Mask Decoder快速研码的解码器 这三个部分 然后目前已有的一些围绕SAM进行的工作 就是呃基本上就是如果对其就是针对实际任务对SAM进行微调的话 就是呃主要是冻结其中的部分模块来对其中一个模块进行微调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然后不好意思那个天啊 因为因为我待会马上得下线啊 所以所以我我先先问几个问题 到时候呃普杰老师就继续帮我把那个把后面的那主持工作完成 然后把那个录屏就再再关一下啊 麻烦普杰老师 然后OK 嗯好谢谢 然后呃我想问几个因为因为之前我们评过一次嘛 然后呃呃呃第一个是是这个东西呃跟接下来是合到SATNA还是YANOS呢 呃呃就是我个人可能觉得会合到YANOS吧 嗯OK那那么现在这个架构图跟YANOS中学习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COLMAN跟跟实经那边是一样的 就看不出来有有有有任何那个中学习那边的 对对对对当您那会说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呃我下来还需要去就是做一个对应 然后看他把它放到就是呃比如说这任务处理啊是什么其他的地方 对这个这个主要要显示的放个放上去就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是嗯就小一点的就是嗯咱咱这个流程就是它是怎么样被使用的就因为因为因为 亚诺斯本身它其实更多是个算法了对吧嗯嗯然后嗯这里解决了大家就是 所以嗯解决算法开发者们的怎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标注的话它它就就它那个 现在那个流程可能还没有特别的清晰就是说呃我们用户进来之后 然后他他要做哪哪些事情然后他在开发算法的时候开着开着然后就 或者某某某某网络在调调到一半然后他是怎么用你这个工具就就这个 现在好像是个割裂的流程就是是这样就是我这里提到的这个标注工具就是可能我目前的想法可能是做出来一个就是可视化的界面就是跟根据我目前已有的一些调研 就比如说是这样就是这个工具呢它是可以就是它可以支持三模型它通过三模型来呃进行就是辅助进行一个标注 然后我我我我我我不是问这个我我问的是说这个自动标注的这个流程到底是怎么结合到我们的算法研发的过程里面去的就什么意思呢就说我我这个标完我看你是直接接了推理 然后对对对嗯用我以为的用法是然后是不是有另外一种用法是我们的用户们然后他在训练之前然后他先用你这个来做这个辅助标注做完然后应该是先进行训练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这里这个到底是这个标注工具是怎么样去用的为什么会接到推理那边去我理解这个你现在画的是一个实现对吧 就是说我我这个方法怎么实现的那我我问的其实说这个是不是怎么样被用的就可能需要站在那个呃用户视角就你作为一个算法开发者然后好了这个工具给到你了然后怎么整整那个天狱的这个工具对他说到底是是在哪个流程用的 啊有就这个可能需要就我现在还缺了一个流程 啊啊就是我这里接的这个推理就是意思就是用三对图像进行推理他推理会得到那个标注的那个结果吗就得到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跟我解介绍那个怎么实现的然后我我说这这些都实现了啊这代码都有了然后上网看怎么是在什么时候用的 对吧就我说你你可能知道这个是怎么用的那可能就是比方说我在终身学习的过程 因为你后面要合到终身学习里面去嘛哦当他难力产生了之后然后他在重新训练之前 会去用一下这个模块然后这个模块也会发生在未知任务处理里面然后让他用一下之后然后他就会得到那个能力的标注样本 然后拿到那个标注样本进去重新练然后对吧那你们讲出这个流程的话我们就能明白说到底这个是怎么样被使用的 而且他跟我们中学习的架构就整个都清晰起来了 哦明白 但现在现在你再告诉我们哦这个是怎么实现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明白这是干嘛 对吧就大家就社区会有会有gap 就主要这两个意见然后我建议因为我没办法细看所以我建议是尽快的提一个PR到那个社区里面来 因为本来今天是要合入的了啊好的因为你们的社区proposal本来是要合入的 然后呢但我知道大家有些困难但还是尽快的去做这么个事情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上面去提空们这样可能效率会高一些 OK OK 对好我这边没有了然后你可以继续讲然后普吉老师就到时候帮忙把那录屏那块处理一下 嗯 嗯好的那我现在就是顺着内容继续讲呃就是我这个呃呃呃就是除了SAM之外呢目前也有的也有就是通过SAM实现的一些其他的算法 比如说呃MobileSAMMobileSAM它是一个清量化就是GGSAM做的一个清量化的一个模型呃呃 它其中呢提供了一些就是不同参数量的模型然后呃呃 呃呃呃付出呃呃模型大难以在呃呃移动端进行部署的这样一个代价 因此呃呃就是有这么一个呃呃有学者提出了这个MobileSAM这个模型 然后呃呃通过呃通过这个就是平衡模型和性能呢然后MobileSAM就我们可以通过MobileSAM呃呃来来也是来进行一个辅助的一个标注 然后满足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可能呃呃相对于来说就是呃呃一些实质性的需求吧 然后用MobileSAM这种清量化的这种模型呢然后就可以呃进一步的满足这样这样一种要求 呃呃然后下面是呃数据集这话简单过一下就是本项目中呢采取的数据集是呃自动驾驶领域内的一些小障碍物的呃 都检测的数据集然后主要我这里用的数据集其实就是这三个一个是street hazards 一个是last and found 然后还有啊 日后就有 UE级的木里 SubH Zac 以后这是对于这三个数据集的一个可以分析 嗯然后下面呃主要是呃讲解这个辅助标注的这个部分 呃辅助标注的原理呢 它是就是呃通过已有的模型性推理 然后将得出的这样一个推理信息呢 来保存为就是标注软件的呃 label 文件格式 呃然后人工操作标注软件 加载甚至好的label 文件呢 呃只需要检查图片的目标是否标准 呃然后以及是否有错漏的目标 然后呃这是一个辅助标注的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本项目的计划通过sam和相关的模型 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呃两个模型 此外还还有就是各种情况可能还会选用其他模型 来构建实现一个呃可视化的一个辅助标注的一个工具 来实现就是呃图片数据的半自动的标注或者是自动标注 然后并尝试呃对最后的一个标注结果进行呃人工微调 这是呃这是目前已有的其他呃就是已有的其他呃就是已有的其他学者做做的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我这里这里这个图片就是呃嗯 而目前的构想可能就是做出来一个类似这种的一个标注工具 然后我正面提到的就是呃实现的是对图像图片数据的一个半自动物或者是自动标注呃半自动呢其实就是下 呃呃半自动其实就是呃呃呃呃半自动其实就是呃呃呃呃呃 就是比如说 Sam他是 就是Sam的他的 分割的结果 他是没有语意标签的 半自动的标注 意思就是 然后通过Sam 来对图像进行推理之后呢 然后生成了这个mask 然后人工可以对这个结果 对这个mask的结果 然后加上这个 打上这个标签 然后这里实际上就是 减少了这个人工 对这个 就是人工把这个mask 画出来的这样一个果实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半自动标注 目前也有的就是 Level Studio 它是一种基于 web的开源注释工具 然后并且它还可以 就是集成到现有的 一个机器学习的流程中 就是它Level Studio的后端 它是可以加载 机器学习的一些模型的 然后就是 因此呢Level Studio 就是它是可扩展的 然后并且具有一个灵活性 它可以适应不同的 数据类型和处置需求 然后我们前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 首先一个是 有两种思路吧 一个是借助 Level Studio这样 这种就是已经开源的这种 呃 现有的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就是将它和SAM做一个 做一个临结 就是以实现 让SAM模型 或者是SAM 机器SAM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模型 然后 就是能能通过这个工具来 对图偏情推 然后最后 以让用户对情形进行打标 然后这样的话 用户可以对情形标注 以提高效率 另外一个呢 其实就是呃 想自主开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然后这是目前的两种构想 呃 然后这将成为呃 全是全自动呃 呃 标注的一个阻碍 然后因此就是呃 可以尝试使用GESAM的一些算法 比如说是GESAM的呃 语义分割算法 来来构建这样一个呃 全自动标注的模块 然后这个呃 就是呃 全景的这样一个语义分割呢 它是一个呃 就是它的目标是将输入图像的每一个像素 都赋予一个对应的与语义类别的标签 然后从而将图像分割成就是具有语义系系的这样一种区域 然后通过呃 全景语义分割这种这种方法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数据标注提供一种自动化的方法 这样能够使得呃 数据标注的过程更加高效和准确 目前呃 目前的设想 构想就是呃 使用上相关的一些语义分割的算法来呃 实现这样一个自动标注就是以是适用于比如说呃 呃 呃 就比如说是像有一些可能 呃 就是就是我呃 就是适用于某一些特殊任务的一些模型的一些训练吧 比如说就是呃之前和呃 也和普吉老师就是共同过的我们园区内的一些难力样本 这样一个这样一种处理的这样一种过程 然后如果要实现全自动标注的方法那可能就得需要相关的一些语义分割的一些算法来实现 这是目前的呃 呃 两种设想就是呃 呃 半自动标注和全自动标注 然后下面是一个路线图 呃 就大概过一下 主要就是7月份呢 呃 来学习比较SAM中的呃 原码中的一些内容 然后来修改相应的处理处理的代码 然后并且学习SANA和Yanos的基本框架 然后8月份主要是针对数据集来浮现SAM算法 然后并且呃 尝试呃 构建这样一个开放数据的标注的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对其进行系统测试和优化 然后9月就是优化系统结构 然后呃 满足零点速这样一个准确率 然后最后将结果合并到SANA和Yanos的库中 然后这是基本的呃 呃 一个内容 好 呃 呃 那要不还是先请这个导师呃 点评一下 应该是苏老师的呃 这个博士生对吧 嗯 对 嗯 我觉得还还是像郑伯说的一样 整个流程的话 整个怎么接入到这个中生学习这个框架里还是不太清楚的 对吧 然后上上次就是普洁老老师讨论的时候说 怎么接到园园区那个数据那个是做一个这样的方案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需要中也是需要考虑的 啊 OK OK 明白 嗯 我最近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在进行一些探索和研究 嗯 嗯 其他倒没什么 呃 那个 好嘞 我我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 因为因为我感觉就是 嗯 辅助标注的话 呃 其实我觉得天狱做的工作可能只有更多就是直接 呃 拿来去去使用就我们用它去标注一些我们没见过的一些样本啊什么的 而那个Yanos它本身是一个用来测试你那个算法的工具呢 一般在用Yanos之前可能都已经把数据都领给都标好了 然后再开始做呃 所以我其实觉得可能工作可能更多也许之后就直接在那个Selena上 因为Selena之后实际部署他们都是用Selena部署上去 然后去收集这个数据 然后再把它给你打标啊什么人工人工打标啊什么的 因为呃就 呃 我是这么我是这么想的 就我不知道天狱那边是怎么考虑的 哦 明白明白 就是 目前可能对Selena和Yanos这样一个中间这样一个关系不是特别特别的明确 然后之前就是呃也有按时间同学就是发给我的那个 Yanos那个呃就的人然后去跑了一下那个呃那块的部分 呃对对对对那个那个呃就就用Yanos其实也行 因为呃呃我实际理解就呃 如果是都都是放在那个中生学习模块的话就嗯就其实中生学习那个模块本身 它设计上原本是有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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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部分 是把这个他就你用用你的这个呃 就是SAM的这个比如说自动标注或者半自动标注的这个方法 把他替把他把那个人工标注那个模块 把他给呃就就放在人工人工标注那个模块里头 那样的话我觉得就就完全也是一个可行 但其实那其实就是他不一定说一定是中生学习啊 就你也不一定说就专门做中生学习 就其他的可能也其他任务 比如说就是单任务学习或者增量学习 他们可能也会用到这个就是标注的模块 然后可能就这样我觉得会更更更也许会更合理些 因为就不一定是所有东西都都一定先往中生学习里面塞嘛 最近做做了很多呃就Yana这边就中生学习里面 也就塞了很多了 然后我上一次和那个批阳然后发现已经就代码画 就就可能现在压了一半以上的example都来自中生学习 嗯我这个就可能这之后我觉得可以再再考虑一下他到底是放在哪一个部分 嗯嗯嗯嗯OKOK就是因为就是我这项目一开始这个题目就是也是就是结合中生学习的这一块 然后所以就是也没有思考那么多就把它放在那个位置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嗯对 然后这个我现在就是在呃呃 在研究谈论一下 OK对我我也赞同这个时经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就是我们这两个子课题有一定的关联性 其实就应该配合起来 然后刚刚时经提到的说呃就塞兰里面确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辅入标注的呃工具或者系统对吧 然后呢我刚才先以为是时经那部分准备做到塞兰里面呃后来听了解释啊好像是只关注于那个算法部分的话 最OK但是我觉得时经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流程包括语音上的训练推理那个呃呃呃呃呃呃推就是语音上基于sam做这个训练和推理都引入进来了 然后包括边测去把呃呃这个呃呃呃呃角色算法进行的一些优化 如果边测这块如果对流程没有改动呢那那其实跟咱们这个课题没什么关系 但我觉得语音上那部分呢嗯你可以跟时经一起商量一下 就是看呃你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时经的那个呃那种思路去把这个流程打通 OK这其实正好就是我塞兰需要的对就是嗯这个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不过如果也是就是说如果时经那边确定只做算法部分的话 那你系统那部分可能就因为只打算合入压路色谎那系统那部分其实只只停留于在一个方案层面 那剩下的是不是可以让这个这个天狱一起来做一下 第二个呢就如果时经那部分有有内容会合到Sedana按照刚刚讲的那个思路对吧 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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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那个,ok,ok,对,然后,然后你这个proposal里面,后面有两点,我觉得可以不要搞,就是,呃, 第,应该是第4点还是第5点,你再往下翻一下,这你说有这种,呃,半自动,全自动的这种工具,对吧,这个其实,一个是,一个你提到了,这个类似于这个,呃,标注的这个工具,这个图片化的, 这个界面,这个其实你没必要花时间去搞这个,这个因为业,呃,就是开源里面有太多这样的项目了,你做的呢,呃,是,呃,不一定,比别人通用,对吧,然后,然后我们如果要用,也有很多现成的,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没必要,呃,我们也没必要重塑造轮子了,然后第二,这是第1点,第2点呢,就是你关于下面的,那个半自动标注的工具,呃,就全自动的,其实刚刚实经也讲到的,那个, Sematic Segment Anything,那个就是全自动的,呃,你可以先参考一下,如果它跟你的这个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它已经做了一部分,对吧,那如果你,如果你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你觉得可能,呃,做不了那么,就是完成度,可能达不到,那个Sematic,呃, 那个Segment Anything,那个级别的话,那我建议也不要去做这个,嗯,嗯,当你说我自己去把它跑一下,那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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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的事情,对吧,这个我们不可以,嗯,但他不会说我只是把它跑起来之后,呃,这个就作为最终的,这个输出交付的结果,嗯,嗯,反而是我,我觉得,呃,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就是,呃,除了刚刚说的那个系统,集成的方面,这个接口可以跟你一起在对,这是一个方面可以做,呃,我觉得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础,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把这个课题完成,交给这个开运之下的作为会的话,我觉得把系统这一部分给对接起来,我觉得是OK的, 然后第二块呢,你之前也提到就是,我们,你之前不是也提到有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集吗,你说想在基于SAML上做一些改进和优化,做一些迁移,对吧,嗯,提升这个性能,哎,这个,这个可能确实还挺有用的,因为,呃,石金刚刚也提到,呃,这个,我们如果直接拿它在CityScape上面的预训练模型,效果不一定好,对吧,那有没有可能经过你的一些尝试,你的尝试不一定说,我重新搞一套 算法,对吧,你经过某种验证调参,或者,呃,重新,这个,这个,FindTune,对吧,只要你能给出一个路径,不管这个方法,它是简单复杂的,呃,甚至我们不偏好于复杂的方法,对吧,你只要你能提出,能对这个,呃,比如说将来我们就去,呃,机械狗上面这个数据去迁移,哎,发现能有提升,哎,那整个就有帮助,对吧,因为本身你去调研业界的这些, 这些,呃,呃,呃,各种各样的方法也是要花时间嘛,然后哪一个方法最适合我们的这个场景,你能走出一条路来,对吧,这其实本身就是工作,所以,呃,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你可以基于Sam去,呃,就是做,呃,尝试着做这种,嗯,优化,嗯,嗯,嗯,对,其实这些你也可以都写到你的,呃,这个proposal里面去,对吧, 然后你在系统里,呃,想一下这几个问题这种关联把它串起来讲,就会更好一点,就不要说,哎,我前面想的先先把这个系统集成,后面我又想的去优化这个,呃,Sam的,呃,模型,哎,那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串起来讲呢,就是你可以拿着上次,我这,我这只是提供一个选项,你就可以拿着我上次共享给你的一部分,这个,呃,难力样本,我们在语言区里面采集的这种难力样本,对,你去, 自己尝试着去用Sam,或者用,呃,呃,那个Sematic,呃,那个工具,去 标准一下,你会发现,你,你自己感受一下,它这个效果好还是不好,对吧,不好,哪个地方不好,我们可以怎么改进,然后,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去,去 把前面做的事情和后面做的事情给串起来,比如说你就拿我,我准备去,呃,我们准备去讲的这个故事,哎,我想在园区里面去 用机械口做递送,对吧,那递送的时候你会碰到各种各样,这个,哎,AI模型,它就与一分个模型,它感知不到的,呃,新的类别的物体,然后它就会导致它摔跤,哎,所以我需要通过中生学习,先把这个辅助标注的系统给,对接起来,然后,那你这个标注的时间,工作量就小了,第二个呢,它在那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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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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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因为下次可能两周之后你再下次来分享的时候就可以分享一下你关于这块的一些尝试的结果调研的一些结果其实都是OK的。 好的。 嗯,好。 行,那我这边没有其他建议。 OK,谢谢。 行,那看看线上其他的老师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要是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这是最后一个这个议题了。 那要不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 行,那就感谢时金和天狱的分享。 也多谢各位的参加。 拜拜。